线上关心国际两宫约的好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也是太极门弟子 记得刚落门时 是因为身体的健康而来 多年的胃病问题 因练生氧气而改善了 太极门除了是一个练气养生的好地方 也是一个练生氧气的好地方 是一个修行圣地 师父告诉我们 除了自己要变好 可以帮助世人 国家一起变好 是现代修行人应尽的义务 我希望我能为国家的进步 转心正义 尽一点心力 国际人群两公约 在台湾实施已经13年了 2009年 立法院三读通过了 十两项国际公约 并另外制定 公民与政治权利 国际公约 即经济社会文化权利 国际公约实施法 明定两公约具有国内法的效力 并指示政府 需依两公约实施法 规定建立人权报告制度 由此我们似乎看到了政府表达 我国落实两公约 诚意的核决心 但这得来不易的国际两公约 我们的政府 是否真的有落实 它的人权效力呢 两公约中 第五十三条 主旨在生命权 自由权 人民的基本权利 此公约禁止酷刑 奴隶制度 并文明规定 人民不分性别 种族 社会阶级等 一律平等 享有 宗教 结社 言论 参政等自由 而这些在台湾 我们的政府 是否有落实 我们先来听听 2022年 来台参与第三次 两公约 审查会议的委员们 怎么说 官房 最计划 提论 大参业 大参丝 是 事情 做了 地方 我们可能随求 估计 可 大参临 党 任务 非常 Brain 这不是什么事情 因为台湾不能用这些国家的公司 国家的公司 如果公司没有解决 其他国家的公司 如果他们有选择选择选择 他们仍然可以在公司的公司 或公司的公司 但台湾不能这样做 但有没有确定 特别的状态 在台湾公司的公司 无论是否判断或冶迹 这不是重要的原因 重要的原因 重要的原因是 判断重症或痛苦 在人家的公司 这就是状态的状态 状态的状态 而被判断到公司的公司 法院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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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两个公司 法院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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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uropean Times 就是欧洲这边的时报杂志 对于其实有非常多的国际专家学者 在讨论寒冬杂志 他光是一年多 就已经有100多位的国际学者专家 针对这个案件做评论 他们没有罪 也跟税都没有关系 但是他们的土地 却被政府以克税 以这个歧视为理由 来没收他们的土地 我们宗教人权公约的规定 必须要有法律依据 才可以限制宗教的活动的自由 但是我们台湾目前的状况是 透过行政命令 没有法律的依据 没有法律的授权 就来剥夺限制人民的宗教活动自由 the judge may have taken part to a considerable extent for instance in the investigation and also May he so to say have during the investigation made expressions which could be understood in the sense that he had already formed an idea of how the case should be decided. I recall, I think we all have heard of the old well-known Maxime that saying justice must not only be done, justice must also be seen to be done. It's a question of confidentiality of the public in the way the legal system is functioning. So my question would be whether the present situation under Taiwanese law where impartiality accuser only comes up as issues where the judge has made a decision is too narrow. I have always asked how Taiwan thinks about what Taiwan thinks about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n Human Rights in particular and about human rights education in general. So mind you, this is now the third time that I have been here on the average that's what, at least 10 years, right? From the first time that I came here. And up to now, I feel like a failure. And you know why? Nobody seems to be interested in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Without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n Human Rights, there would be no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nor would there be a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and all the others that followed after. The two covenants have been in force in Taiwan for 13 years. However, they simply exist in name. Human rights are not being respected in government agencies. Over the years, the international reviewers' concluding observat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have not been taken seriously. The two covenants have yet to achieve the same power of the Constitution of Taiwan and basic human rights guaranteed by the Constitution, such as the right to effective remedies, anti-torture, and freedom of religion and belief, have not been implemented. 看完兩公約審查會議中的重要片段 以及審查委員們 對台灣人權落實的現況 做出的評論 大家其實不難發現 我们的政府对于落实两公约一事 并未全力以赴 行政与立法机关对于两公约实施法 也是适而不欠 政府落实两公约 人权成绩单明显不及格 接下来我再为大家介绍一则 现代奇约26年 台湾官员用公权力霸凌百姓的实录报导 台湾的酷刑真的不存在吗 我们就以太极门案件为例好了 这个案件其实在新竹地检署 高雄地检署都早已经有人用匿名黑函 检察官也都有进行传讯调查 然后都用行政签解 可是同样的黑函到够官员手上 却能够动用大批的检警调 然后大肆的搜索 然后在没有具体的施政下 只要提到所得就可以分这几类 第一个叫做黑色的 大家知道这叫做非法所得 非法所得不在客席范围 因为大家都知道 非法所得就是要归还受害人或末路充公 这个不是客税 这些是合法所得 所以它就分成底类 第一类 这个就是第四条的免税所得 包括太极门师傅的受证 就是所得税法 第四条第一项 第十七款的受证财产 这些是免记录客税所得的 是这一个 好了 太极门的已经明确的讲 他是免税所得 他把他投入在这个客税里面 这个显然是违法了 侯宽人检察官 以当时的司法南坡 媒体宠儿的姿态 他就是在办 师傅的诈欺取材 诈欺取材的结果会怎么样 假设办得成 通通末路 和客税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但是他呢 迎将结案 自己想想恐怕办不下去 恐怕不会成功 假设这个诈欺取材不行 客税也是一种办法 结果他就说六天 结案六天 请个子月生国税局人去作证 结果呢 他说那是补习班收入 就北返税间积增罚 逃漏税 补税处罚那么多年 因为你是非法所得 或者你是合法所得 这个是不能并存的 你要办他是诈欺取材 就没有课税问题 你要办他逃漏税 就没有诈欺取材的问题 太极门被冤枉课税 现在根本没有必须争论的 因为从行政院 立法院 捐察院 都说 这个不是补习班收入 是地质的证语 证语绝对没有 课受证人所得税的 税法很清楚 他用免税所得 显然就是违法课税 刑法129条 违法征收罪 违法征收税 顾问人员1到7年有期徒刑 这个81年的 违法课税 这个税 且是要撤回注销 你的主体课题错误 就是查明 撤回注销 不是更正 更正是 发回更省一样 他是说 主体课题没错 只是计算错误 这种 所以这个不对 法律都规定得很清楚 太极门案 85年12月19 查到 搜查到两本存部61万 结果第二天的报纸说 太极门师傅 有诈欺收入 换 那个补习班的所得 31亿 然后呢 没有证据的 那事后的所谓证据啊 都是 可以证明是假的 大师还是什么 你怎么 他在彈死人生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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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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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你... 不管說什麼... 反正他寫他的... 配克是...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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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已經有那個數據 那些偵辦筆錄啊 什麼證人筆錄啊 是什麼時候做 絕對是在12月20號以後的嘛 查稅的話 會有說 我... 一派案就知道你逃漏多少 然後才去製造證據配合的 那個真的就是所謂的栽贓王法 他... 61萬說31億 那都是憑空想像的 經過我們法院三審的定驗以後 所以建單位如果以這個起訴書 來作為課稅的根據 我覺得是匪夷所思 我們刑事判決 案件的調查 都認為是一種證餘 依照所得稅法第四條第17款規定 不應該課徵 這是一個證餘 根本不應該課徵所得稅 屬於禁私禮 是屬於證餘而不是守得 就沒有所謂的 所得稅的問題 經過法院刑事案件裁判 確定所認定的事實 行政機關沒有理由 不加以引用 作為它的這個 整個決定的基礎 涉及到納稅人權益 那麼重大的權益的事情 24年還不能定業 而且更何況在同樣的性質 到底是禁私禮還是學費 你是到底是免稅所得還是課稅所得 它的過程事實是完全一樣的 為什麼不同的年度在認定上 我們已經經過這個刑事 這個最高法院的確認 說沒有沒有涉及到這個 逃漏稅 但是在行政救濟的過程裡面 一而再再而三 我們的行政法院 撤銷原副查決定 可是這個原處分還存在 這個也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原副查決定就是因為有原處分 怎麼會副查決定撤銷 原處分還存在 一百年的時候 我就跟財政部長講 那這個應該是可以結案了 他沒有把它當作自己的事情 反正那個獎金我拿了 然後呢要扣稅也是扣你們的 國家的判決既然已經判決 還給他們的清白的話 就應該執行下去了 所以一個最高法院的判決 那個是應該是唯一公正的 對我們整個法治的一個國家 是非常公正的 所以如果是還是那樣的話 你們要繼續抗爭 無論是司法當委 或者是誤國稅局這個部分的話 都要以這個為預計 我們大家一起要努力 你們努力也是給台灣政府更大的努力 幫助台灣政府 站在一種正向的力量 跟正義的一個力量 我們今天的憲政體制出了問題 像我們這個太極門的這個案子 三權就可以解決了 我們太極門的事情 就是政府絕對逃不了的 閃躲不了的義務 有權力的人沒有注意到義務 這是很糟糕的事情 我們太極門今天的這個案子 主要的是因為行政系統的檢察官 這樣一個處理方式起訴了 讓我們成員這樣的24年 可是這個源頭在哪裡 這是行政的問題 行政的問題是由總統來負責的 總統來負責的 太極門獎案已成為全世界人權團體 都極為關注的指標性案件 施法是保護人民的最後一道防線 呼籲台灣政府盡速平反這個獎案 落實國際兩公約 還給人民應有的公平與正義 謝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全民開獎 我們下次見